我一直都有一个心愿是想要环球旅行 一年半之前 我离开我最后一份工作 手里面有一点存款 所以我就想 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去试试看 在新的环境里 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去接触任何我觉得有意思的人 不需要任何人告诉我 今天要做什么 我自己控制我自己的生活 这是过去朝九晚五的工作 所不能给到我的感受 还不到一年的时候 我想要一辈子都这样 家是在福建省 三明市大田县 我喜欢是这里的空气 还有这边雨是隔绝的感觉 但是不喜欢的是 这里有很多亲戚朋友 别人的观念和我不一样 他们一定认为说 有车子有房子 那个是成功 不然的话 你就是没有人要 就算养苏节要多少钱 然后卖他应该要卖多少钱 他会划算 大概要现在算我哪钱呢 红苏要15万 那苏小黄呢 现在就在外面 一直漂泊一直漂泊 我也不知道他想做什么 我也搞不清楚 现在我叫他是在国内看 哪里比较早一个稳当的工作 做一做就算了 可是我会比较任性 就是不管他们说什么 我想做的事情 我还是会去做 结婚 买房 买车 并不是生活的目的 积极地体验生活中的快乐 和不快乐 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才是生活的意义 有一次 我爸三个卖眼 然后他给我发微信 他就说 要没有钱吃饭 然后 我那个时候 他问的时候 我是真的没有钱吃饭 可是 我就会跟他说 有啊有啊 内心深处 可能会想说 我没有真正原谅 我父母亲 我很小的时候 就把我寄放在 别人家里面 这次旅行的过程中 就会发现 我会有孤独感 而且我不承认 不管在什么地方 我就会一直表现得好像 有很多朋友 内心的孤独感 就是缺乏爱的这种感觉 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面 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是我找到我自己 我有什么样的问题 当我可以真正面对他去想 我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把我所有一些烦恼 真正的从根基的地方去解决他 然后再去面对我未来的生活